旅遊市場逐漸復蘇 機場人潮漸多 但現在卻因為中共圍台六區軍演 導致航班亂一團 不少旅客突然接到航空公司通知 說班機得移動 以非韓國人穿的班機BR2148來看 就是受中共軍演影響 不得以時間往前提早了三個小時起飛 可以這麼說 我們台灣最賴以為生的幾個航路 幾乎都已經被擋住 都被封鎖到 台灣國際航線多 現在幾乎被中共軍演區包圍 包含飛往日本韓國美國 甚至沖繩的主要航道 往南走的東南亞 紐西蘭澳洲 共有18條航道都受影響 最主要的美洲航線以外 在東南亞海峽也是被影響到 往南其實也是很難飛的 我覺得基本上5%到4%跑不掉 在航班的影響上 中共包圍的地區 幾乎都是主航道 不僅台灣 全球航空公司都受影響 交通部及向日飛溝通替代航路 往北美東北亞改走日本福岡 而東南亞及紐澳 則走馬尼拉飛航情報區 以飛東京來說 恐怕得多花30分鐘 你的航道縮小 你自然能夠容納的飛機量就縮小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的航路來飛 你肯定在地面上你也要等 那你一等下去 那delay就不只是30分鐘到1小時 影響到底多大 初估三天下來恐超過900架次 成本得再花多少錢 對此滑航低調不回應 長榮說尚未接獲異動資訊 欣宇則表示 今天班機接正常起降 三天新聞週關於蔡君祺 綜合不動